中性装扮 林青霞姐姐的中性装扮集中在武侠局 特别是新楼门客栈里的邱莫言 东方不败 虽然形象并不是金鸣老爷子的原著所刻画的 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代经典 公公 刘荀他经常演派剑 产公千岁阴阳人 以至于一看到他演古装就想到公公 有时候小编就在想 他的形象应该是最接近金鸣原著里面的东方不败的 神经刀 吴振宇一位演技卓越的演员 曾经也是一个龙套 似乎他对有点神经式的角色把握的特别好 如今已经成为一代影帝 感觉吴振宇一直在影视作品里 做不了大哥老宝 院熊丹他在武状苏喜儿 九品芝麻官大内密探008中饰演老宝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还有就是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那个芳华绝带的十六节 辣妹 邱淑珍虽然他已吸引在家相夫叫子 但是还是很怀念他演的辣妹《赌神2》《赌圣2》《赤罗高阳》《香港奇艾》《鼠胆龙威》《新英雄本色》《红灯区》《鬼婆》 罗兰经常在一些恐怖片中露脸 演的太多自然就有了鬼魄 以至于我现在看到 他总感觉心里毛毛的 道长 林郑英 林郑英自然不用多说 引领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 僵尸题材电影足以匹敌老外的丧尸片 可惜走得太早 自此僵尸喜剧消失 一生降腰说磨 一代僵尸道长 受气包 吴梦达达书是比主角还红的绿叶 演技一流 易正一邪 但纵观达书参演的角色 很多都是一些胆小 猥琐 受人压迫 被人整骨的角色 但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经典 警察 李修贤没有统计过他参演的电影中 有多少饰演警察 总之很多 演的多了就成了专业户 好多电影里面的大哥都被他抓过 正义的化身 哈哈哈哈 除花 李建仁高大